有修訂什麼時候做民調嗎 看看國民黨怎麼回應 這是回來會跟朱立倫主席還有侯友宜碰面嗎 這個應該看看剛剛回來吧 看看幕僚怎麼安排 那臉書文說侯友宜一定要當政的耶 不是啊 這個是這樣嘛齁 因為這個在我出國前我們講我們的發言人也講過 因為這個藍白會講了超過半年了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到底要怎麼合啊 所以我們後來就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先提一個proposal就是一個提案吧 就是說好我們比民調 贏人當政 輸的一邊就推薦那個富的 當然這個在綜合考量還是組成一對最強的 這種勝率最高的候選人就是這樣 不然你要怎麼解決這個正義 到底就拖這麼久了 那另外這個斯文哲他訪美回國之後會不會親自跟他談談談 其實 柯主席顧委是多年的雙北合作的朋友 很多問題大家可以好好的面對溝通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相同的政治理念 如何傾聽人民的聲音解決人民現在的痛苦 我最在乎的是誰能夠在台灣外部情勢緊張 內部彼岸重生的過程當中 讓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人民安心 也讓世界安心 這才是大家所期盼的 中華民國 我們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現在面對的生活 跟他面對的挑戰 下一任的總統要負起這個責任 這才是大家最在意的一件事 現在您認為藍白河是有共識了嗎 還是說現在是有共識只是沒方式 藍白河已經聽很多年快一年了對不對 每天在講藍白河 我說你們藍白河也從來沒有跟我講過到底要怎麼哭 對不對 我看他們都不反應 我說那這樣好了 比民調啊 蘇人退出退選 我至少有兩個禮拜很清靜 不會有人在還我 所以現在這個是你們這邊提出的方式 那你認為講了很久講了一年多 只是講講還說真的有這個共識 沒有啦 沒有啦 是這樣啦 對台灣民眾黨來講 我們本來就跟誰都可以合作 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就知道 我們是要議題合作 所以老實講 你說核 第一個核一定沒有問題嘛 和平的核 反正我們民眾黨很少在跟人家核 立法院跟人家打架 沒有幹過這種事 那合作的核就看topic 看題目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不同的議題會跟不同的合作 其實本來我們就在提上說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連那個政府本來就是每個政府都可以在一起 只是說哎喲他們一開始那種恐怕一開始 國民黨對藍白河的想像 他們還想他們以前國親和的模式 親民黨就不見了 不過我倒是這樣啦 我是比較開放的態度 反正我先丟一個出去看他們怎麼反應 我看兩天也沒有反應 不是只剩下一個月 我跟你講你們都萬一一件事情 我是急重症的醫生 我很習慣在最後30秒做決定 總統覺得藍白一定會合嗎 覺得藍白會合嗎 覺得藍白會合嗎 總統怎麼看柯文哲說要比民調 謝謝 總統民眾黨說民調輸的退選 總統怎麼看 好 主席請教一下 就昨天科辦拋出的第一張關公正民調 當初的退選主席怎麼看 好 我想藍白一定要合作 藍白也一定要團結 這個是全民的共識 我們正在努力的就是 不管從基層開始 就像今天我們在台南 陳怡經的總部 我相信不但國民黨的朋友會支持 所有在野的朋友都會團結 包括民眾黨都會團結支持陳怡經 我們就是用這樣不斷的堆疊 從立法院的黨團到立委的選舉 最後在整體的大選當中 我們都能夠團結合作 那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要不斷的堆疊善意 明天柯主席要去美國訪問 我也祝他去美國訪問 一切順利 市長昨天你跟柯文哲握手 那他旁邊的支持者都喊說 合吧合吧 那真的會合嗎 柯文哲其實 這個台北市長 我這個新北市長 我們兩個雙北合作 相當的合作愉快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 合同都沒有問題 尤其他明天要去美國了 我在這裡祝福柯文哲 美國之行順利延滿 這個合指的是政黨之間應該要和諧合作 而不只是純然的敵對跟對立 我們主張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來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足以挑戰民進黨的賴清德 輸的退選 那最後講那個 特定說是選舉 你賣花心腦子 最後一定會合 之後怎麼合 合作的議員 無道 這個這個還是要 公開是這樣 其實這樣 政治上也不要把民間都當作敵人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開始 一直在思考說 為什麼內閣 全世界先進國家都內閣之 有它的道理 因為內閣是比較不會常見的 每個人都有它的優惠 對不對 我現在的制度 影子圈 很麻煩 昨天 中華戰略學會的聚會 基本上是關門會議 關門會議的時候 然後 比較容易講真話 我相信 柯文哲主席 是講了心裡的話 講了真話 他的講法 我們完全支持 因為 藍白要不要合 最重要的是 廣大民意在驅動 所以基本上 這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 我完全贊同 柯主席的講法 最後 一定會合 最後一定會合 柯主任會覺得 他這個其實 沒有人來解釋說 只是在搶深藍的選票 我想 每個政黨 在政治屬性上 都有它的定位 那麼 要搶 所有的選票 都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他希望他選票極大化 不過我們的尊重 每個政黨 有他自己的考慮 但是 作為國民黨 我們當然希望 搶深藍的票 中間屬性的票 年輕人票 我們宣布都要 也希望 所有的選民 都支持國民黨 傳輸柯文哲 在黨務會議上面 對國民黨頗有為之 那還把話說得很重 那是不是代表 沒有合作機會 因為是傳聞 我也不了解狀況 我就沒有辦法來評論 但是現在有傳出 這個金土聰執行長 有下令說 不要打柯文哲 是不是說 有希望來催化侯柯佩 其實我們的團隊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提出一個好的政見 然後把民進黨做得不好的 重新去審慎 改變 讓政黨輪替 然後能夠贏為一個 青年有效率的政府 讓人民 對未來的政府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會不斷提出 更好的政見 來訴諸於民眾 柯P日前針對藍白河嚴正表達不滿 不過現在侯柯佩民調高於柯侯佩 就是要怎麼看 民調都是參考 最主要的 我們都是要團結所有的力量 來改變台灣縣接官的 民眾對政府的 很多不滿的想法 我們要不斷的進步 超越自己 市長會樂見侯柯佩嗎 合體喔 不會團結所有大家的力量 一起往前走